黃崇燕這樣的一個做法 其實是對於韓國瑜來說的話 非但沒有辦法貶他 反而會貶到自己 這是一個對自己受傷 當然蔡英文已經 要他自己去處理 看起來黃崇燕 是違逆上級的意見 也就是說他的老闆 已經說你要處理了 黃崇燕看起來是 不理他的老闆 因為到今天為止不處理 因為蔡英文在 接受記者的時候就說 話是他說的 所以他要處理 那麼已經過了好幾個小時了 應該叫做好幾天 對 已經過了好幾天了 他還是不處理 我們就要看 一個國家元首的權威 一個國家元首 對他自己的發言人的命令 都無法執行 他怎麼去執行 怎麼去指揮這個國家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 比較大的問題 另外我覺得民調 我還是要談一下 因為我們昨天就在談民調 民調我個人是認為說 如果就我們從最新的 因為如果很早很早以前的民調 有的時候 因為我們的台灣的選舉結構 政治文化已經在改變了 如果以剛剛發生的民調來看 剛剛發生的 也就是說在去年九合一選舉的時候 我們發現有一個規律出現 就是如果說某個候選人 他領先的頻率一直很高 就是領先的頻率一直很高 就慢慢的就是表示出 他的穩定性很高了 我們會把他稱之為 他已經固化了 他的選民的態度 已經越來越清楚了 越來越堅定了 他不太受影響 這個部分裡面發生在 盧秀燕跟林佳龍的上面 他都是領先 微輔的領先 可是他是持續性的領先 這個時候大家的判斷就是 盧秀燕勝面很大 結果民調跟他的 投出來的結果是一樣 像桃園的鄭文燦 跟新北的侯友宜 也都是穩定的領先 而且是大幅度的穩定領先 投出來的結果也是如此 韓國瑜剛開始的時候是落後 可是後來開始翻轉 開始領先的時候 那麼一直維持一個情況的時候 我覺得他就會產生另外一種效應 以目前來講 韓國瑜第一次被做民調 他已經領先柯文哲 那麼又遙遙領先蔡英文 所以等於是兩強大於一小 這樣的一個情況的話 因為這個民調已經做了 相當長的時間 是沒有韓國瑜的 也就是說民調做了 相當長的時間裡面 是國民黨的四個太陽 柯文哲跟民進黨 但是柯文哲都遙遙的領先 都是穩定的領先 蔡英文是穩定的墊後 如果以這樣的一個發展趨勢來說 除非這段時間內 蔡英文有效的 讓台灣的民眾 那麼不討厭民進黨 因為台灣的民眾 在九合一選舉裡面 他之所以擊敗 就是民進黨會大敗 我們一直解釋 不是國民黨的大勝 一直解釋是民進黨的大敗 是因為台灣的民眾 非常討厭民進黨 可是如果蔡英文跟民進黨 如果在這段時間內 減低了台灣民眾對他的討厭 理論上講 他的支持度就不會那麼低 就應該會往上浮動 這是 可是看起來蔡英文到今天為止 跟他的整個團隊 還是沒有看清楚問題的所在 就是為什麼台灣的民眾 會那麼討厭民進黨 會那麼討厭他 你看連黃崇燕的講話 就讓人家覺得討厭你 你怎麼把人家罵人家是土豹子 人家就討厭你 所以到今天為止 蔡英文的所有的動作 都還是繼續在讓 台灣的民眾討厭 所以如果這個討厭的趨勢 不變的話 理論上講 我們可以合理的推斷 蔡英文應該就靠邊站了 蔡英文一旦靠邊站 那就只剩下兩組候選人 就是柯文哲跟國民黨的候選人 就是只剩下這兩組 可是如果國民黨的候選人 是四個太陽 任何一個的話 他是穩定的落後 穩定的落後 以目前這四個太陽 如何能夠在這麼短的 這樣的同樣的一段時間內 來超越柯文哲 以他目前沒有很多的籌碼 因為柯文哲再怎麼樣 還是台北市的市長 他的一舉一動 都會受到媒體的關注 但是世衛太陽的一舉一動 沒有辦法獲得媒體的 高度的關注 所以這個趨勢裡面 等到他不是國民黨的提名人 就會 那就要等到7月 甚至到10月了 到這裡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看到 如果這樣穩定的 柯文哲領先的話 而這四位太陽 最後再出來的時候 我覺得這個民調 大概結構也都定下來了 如果說是韓國瑜 因為他是現任的高雄市市長 他有資源 他的一舉一動 也會受到媒體的 高度的關注 如果韓國瑜是 早一點出來表態 或者是說國民黨早一點確認 那這樣的情形下的時候 韓國瑜跟柯文哲的民調 可能會富有增長 但是如果韓國瑜未來 能夠持續領先柯文哲 而又走一段時間 頻率越來越高的話 我們就已經可以 大膽的去估計 就是韓國瑜 擊敗柯文哲的可能性 就很高了 給大家看一張照片 可能不是那麼的協和 如果看到覺得噁心的 我也沒辦法 這個是陳志忠 這個是韓國的 愛與包容 昨天的一個記者會 這張不好看對不對 很抱歉 來 我換下一張 來 這張看我看 這是古年三季的時候 韓國瑜在北檢 他本來告一個有台的媒體人 他後來不告 他說愛與包容 我跟觀眾朋友講 他現在民調領先 剛剛代教授分析很清楚 你繼續民調抓去 韓國瑜遇到的攻擊會更多 所以我希望韓市長 你不要辦包子節 潘衡旭的點子很好 但是不要辦 因為你辦了就變得有點在追打黃崇燕 剛剛前輝都講了 你回答談話的時候 其實蔡總統是變臉的 但扭動你怎麼問我這個 我不是要幫黃崇燕講話 我的意思說 韓國瑜你的路一路走下去 你遇到的這種名刀案件 一定特別多 王世堅委員最喜歡講 暗器 暗器也特別多 你要繼續用愛與包容 其實大家是做你的後盾 你被欺負的 你被嘲笑的 雖然面子很難看 可是我們是心疼的 你要繼續愛與包容的話 包子節講一講就好 其實不要辦 你覺得太酸了是不是 酸過頭了 愛與包容 千惠 愛與包容 你說站在愛與包容的立場 其實不應該辦 其實輝文講得算很中懇 對 非常中懇 其實我附和輝文講的 我的出發點是這樣 我認為城市的發展 跟推廣宣傳 這應該是以高雄市民的需要 為出發點 不是以回應中央來做主要目的 如果說你是要回籍中央 我覺得這給我八個字 宣洩情緒 公報失蹤 因為所有高雄市政的作為 花的錢都是高雄市民 全體國民的納稅血案件 你從這個角度來看 也在行銷高雄美食不是嗎 但是你的出發點用 是以回籍中央 我說實在話 土包子這個一出來 我第一個 因為剛好在講 我第一個罵黃崇燕 我認為小英應該清君策 我們人一支草 一支草 一點路 不是說流過血 喝過洋水 或國立大學 博碩士 如果以這樣子來當人參觀 是那種扭曲的人參觀 眾生平等 更何況 我們是民主多元 所以這個是 土包子這種其實已經 這種是有貶義 這個不用講 但是我覺得確實 應該韓國瑜 你不要再在意這一件事情 既然那麼多市民聲援你 而且你辦這個 所謂的土包子節 土包子比賽 我覺得再繼續下去 變成一種情緒的宣洩 都能夠跟陳志忠同幫 還有什麼不行的 這等於把這個回擊中央 當成你的主要訴求 然後我要幫 不 我還要幫韓國瑜抱不平 就是剛剛大謙講 大謙委員一直講 他說韓國瑜去年的成就 他說是國民黨的一張門票 韓國瑜那麼大的貢獻 我以輝文講 韓國瑜救了你們國民黨成黨 結果你竟然只是把他當作 國民黨的一張門票 我覺得這個 韓國瑜也救了國民黨選擇 這才是令我 這不只是令我 我想是令所有高雄市民 令我們國內很多韓粉們 心寒 不過我要講的門票 並沒有要貶抑的意思 是國民黨本來連踏都踏不進去了 國民黨可能本來就要 被政壇掃出去了 我想這是每一個國民黨的 政治人物心中共同的感覺 韓國瑜的這張門票 不是一張單純的門票 他是給了國民黨 第二條生命 讓國民黨有機會再次的 角逐為人民服務的機會 所以世間兄 這張門票很重要 民進黨現在也期待的 等著下一張門票 我要講的第二點 就是說他剛才可能 誤會了韓國瑜 我覺得剛才輝文兄 對韓國瑜的建議是很善意 而且很中肯的 不過我相信韓國瑜 不是一個心胸狹小的人 我最近常常在問他 我說大家一直在批評你 說為什麼你們辦這些活動 會釋放出很多訊息 而且這些訊息很多不是很精準 結果韓團隊就會反映說 他們其實最大的困擾是 高雄的經費真的很有限 他們只能想盡各種辦法 在各種事件上 做一些免費的行銷跟宣傳 所以我反而會認為 他要辦這個包子節 恐怕不見得是為了要報復 或者是給黃蟲燕難看 而只是因為剛好 這是一個熱門的話題 既然藉著這個熱門的話題 免費的做一個宣傳 然後辦一個包子節 對高雄市政府來說 反正本來包子節 麵條節 什麼節他們都打算要辦 因為他們要做的 就是推廣行銷 跟推廣高雄的美食 趁這個時候一間二顧 一絕兩得 我覺得坦白來講 我會認為韓國瑜也好 或者是潘文旭 甚至高雄市政府團隊 他們想的可能是後者了 我本來就覺得這樣子 其實大家有變要那麼嚴肅 這個好玩 就是說你真正的誤 你如果說要這樣子來指證 用這麼高的標準來要求韓國瑜 要求就是變成要他 打不還手 罵不還口 就是說你今天人家已經土報紙 指著你的頭罵了 如果今天民進黨 做得比較漂亮的話 你說韓國瑜在利用這個議題 來炒作他高雄的經濟 或許你還可以講一下 但是今天是民進黨中央 他什麼都沒做 你說黃崇燕會處理 我終於知道原來蔡英文 現在不是令不出總統府 是令不出他個人 連黃崇燕他都沒辦法處理 你回廣談話的時候 人家說他是回避談話 回避記者問他黃崇燕這個問題 多容易處理的一件事情 要嘛你要求黃崇燕道歉 要嘛你在回廣談話 你就直接講說 我認為黃崇燕這樣講 非常不恰當 這麼簡單的事情 我們的領導人 居然不知道該怎麼處理嗎 還要我們全部的人 去問黃崇燕嗎 所以我認為兩邊要求的 這個要求應該是要 一致跟公平的 我從來不覺得 有什麼藍綠惡豆 我從來都覺得是綠惡豆藍 然後把藍壓在地上打 今天你不能說 他被人家壓在地上打的時候 你說我站起來耍個寶 我們來搞個包子節 來順便振興一下高雄的經濟 如果要用過科的角度 去要求韓國瑜的時候 其實我認為未進攻 我只是說 再這樣弄下去 一種賭氣鬥氣不好 我覺得剛剛大簽委員 還是對韓國瑜不夠尊敬 人家我們簽會 你是韓粉就是 剛剛講那個 韓國瑜對土包組這個 人家簽會都用華麗轉身 四個字來形容 所以大簽委 要先尊敬韓國瑜 先尊敬 你教我一下 再來崇拜 還有什麼話 比華麗轉身更厲害的 這一句已經很高 沒有 更高的交一句 所以我今天對 所以我才會順著這個韓流 我說我們對韓國瑜要有 更高的期許 就是說他不要鬥氣 不要賭氣 不要孩子氣 一切應該城市的產業發展 要以高雄市民的需要 為第一考量